Clink系統調教 那電腦能調整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戲目也很多 為了避免一般使用者 誤調了一些自己不知道的地方 所以系統在設計上 並沒有把每個可以調教的地方都做出來 那我們這一個系統裡面 為了進階的使用者 找到了一個叫Twink的系統調教的一個程式 它可以讓你設定更多不一樣的設定 如果你是進階的使用者 在Linux已經有使用了一段時間了 你可以知道一些事情 舉個例子 在概覽裡面你就知道原來我這台電腦的CPU是多少 作業系統是什麼系統 然後有沒有什麼可以清理的 講說我現在有一些東西可以清理 然後我的系統是不是最新的狀況 這是概覽 應用程式裡面就會把我們所有應用程式列出來 看這裡好多應用程式 那在調教裡面你可以調整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你可以調整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我可以設定不均勻主題 我可以設定雜項 雜項有什麼各種這些 在設定這些東西的時候 請特別注意 不清楚的不要亂設定 不清楚的不要亂調 以免你調不回來 你也忘記你按了哪一個打勾的 那屬於管理理源的功能裡面有這些 那清道覆它可以幫你清一些 各種不同的垃圾可以幫你找出來 這是蠻不錯的一個應用程式 可以讓你對Linux更多認識 也可以有更多不同的調整 桌面圖示我們有哪些 你看我們有設一個加目錄 做了一些什麼 當然如果你要把網路磁鐵機掛出來 你要把它打勾就好 就很容易 那這是一個Twink的一個特色 屬於進階的系統調教的一個程式介紹